Begin Your Watch APAC Premiere 好的 比赛开始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攻防情况 蓝方Rogue防守 红方Rodontic High进攻 这是Rogue选择的 应该是Rogue选择的地图 对 Rodontic High是先选择一个进攻 李太军是使用的一个猎空 对 刘杰宏使用的是安娜 他这个皮肤就是你喜欢的皮肤 是的 你是不是想做英雄所见略童 呃 这个皮肤粉了就好看 葡萄皮肤它很像一款著名的游戏 Destiny里面的Hunter 很有科技感 很有科技感 里面S卡 S卡使用 死神 呃 由推克还是使用这个小美 小美已经有一半能量了 是的 推不准了就混出一半能量 哇 动不住 这一个机会 这要死的 这肯定是马上不到 对的 推克就在人群里面等这个猎星进来 诶 李泰俊是收掉了诺克斯 这边S卡水线被压得很低 一个是一段回来 安娜还是马上奶了起来 对的 他是从侧面配合了一下自己的队友 安娜好像要被抓住了 诶 没打死 诶 回头 AKM是抓住了S卡 是的 我们看到这场比赛 AKM跟推克所有的战略防守重心 都是站在自己的辅助身边 不管是星星还是死神 进来我就搞你 对 他知道对面很针对几方的一个辅助 对 调整了一下战位思路 若格我们看到整个的战略的调整也是非常的快 这个思路在目前第一波进攻里面是执行的非常成功 推克已经有大招了 有大招要过这个桥中 暴攻学会无情的 诶 推克这边右键直接冰锥点死了李泰俊 是的 一枪就可以点死 又是一个冰墙分割掉了电 那这波节奏又退掉了 是的 感觉若格现在也是逐渐的进入了状态 有人在等他 两边死神 哈哈哈哈 诶 不急了 大家都 都传送 就是在利用自己暗影部传送的时候 都发现 诶 对面的也刚刚好 也上来了 在调整策略以后 你没有发现鲁登提克亥的一个进攻节奏 也是不知不觉中慢了下来 这等于是进入了若格的一个节奏 我们来看一下 卢孝是在最后方的 防守后 给的强化 但是给的时间有点 给的时间有点早了 赚了一锅 诶 可以吗被打到冰撞 没有任何的输出 有没有输出 没输出 要被打死了 要被打死了 完美的一次控制 哇 这还狙中了一枪 狙中了一枪这个猎空 诶呦 安扣其实从刚前很少的一个视角里面 我们就知道这个选手 呃 她使用安娜 她的狙击镜的一个准确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选手有可能是打狙出神的 我 其实我自己在使用安娜的时候 我倾向于是使用狙击镜 因为她的射速要薄的要快些 然后她的治疗范围感觉要大一点 要更精准一些 是的 有时候 因为你左键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消炎 消炎吃 是的 那种射击节奏不是特别舒服 呃 我们非常喜欢是一泻千里的那种打法 嗯 这是不停的射 诶 这边其实走位有点失误的 AKM已经在这边准备接住对手的一个跳墙了 要冰了 冰墙 纳米就足以增强 这些车前看看 位置很完美 哇 在队友的 在队友的身边 去利用队友挡了一个视野 一波死亡战犯 这个 AKM的走位非常有意思 他是从对方车后绕了一圈 正好是绕过这种视野 他刻意绕过去 看着大 对的 这个其实就是 完全是靠意识 就是 这种是 发自于内心的走位 只会不可能告诉你这么走 但是刚才那波 纳米技术给的不是特别好 纳米技术给的是小美的 呃 纳米技术 并且没怎么办 诶 这边随便守卫一下 守一下守一下 帮助一下 怕有人来搞 我们可以看到 在惊恐节奏放缓之后 鲁德克亥的 不要强吃吗 你最后一波了 快上 直接上来 找安娜 S卡打一针 哇 直接掏了一个盾 要强钢这个 就是把你的输出浪费在我的死神身上 我死神一个幽灵鬼步给跑走 这个思路是对的 但是没打下来 就看止不止损 这一波是 鲁德克亥靠自己的大招砸过来 实际上就是刚才 恩扣那个 纳米技术给的 不是特别舒服 会不会出来 想出来 想出来 这边一定是想出来的 来给我们一个传送 马上进场 很可能是 会有一小小的一个 硬顶吗 硬顶吗 离开锯 哦 直接把对方有大招死神逼走 死神带一个大米技术 哇 抓了出来了 被勾撞了 但是直接不管你 吃了一个血包 残局 残局好像打赢了 这边应该是打赢了 哇 恭喜肉格 就是这一盘我们看到肉格 他不跟对方比快 而是要让你进入我的一个阶段 他们在处理站位方面 是做得非常的好 是的 这场比赛看到肉格在认真以后 他的所有的站位调整 战术细节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针对 鲁德迪克还在这场比赛里面 他们习惯的那种快节奏的进攻 打不出来 是的 就几波被小美给制裁了 是的 他那控制技能在桥中下面 真的是制裁了 对 如果安扣那一波纳米激素 就在上一波 他给了一个小美嘛 其实小美死不死都无所谓 那一波主要收割点 自在于AKM的死神 那一波如果不给纳米激素的话 可能最后一波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看到Winz这名选手也是非常的兴奋 并且用手比了一下自己的一个长度 可能是表示自己的状态稍微有点回升 也可能是有其他的含义 现在优势对ROGA非常的大 是的 看来我前面那波有知难是非常有用的 不是 其实远处的 远在欧洲的timers估计也在做法上 是的 但是并没有就是我一定就赢了 只能说优势比较大 主动拳还是在进攻方手上 毕竟最近的多拉多发生的惨案比较多 我记得最近的三场还没有都没达到A点吧 昨天AS和 N7好像也是没过A点吧 我记得 还有Snake你还记得吗 Snake和VG打日本队也是没过A点 最近多拉多这张图大家不过A点情况还是挺多的 有毒 有毒 好 双方选手准备完毕马上进入攻防护换 Rodetic High在这场比赛将会进入一个防守的角色 在刚才这个时间点要想守四分钟 难度还是很高 Trake熬出了伴藏 又是拿伴藏 这个地图其实伴藏用的还是很多 心脏贼大 嗯 这个人 当然确实他的伴藏 Trake的伴藏不吹不黑 是很强 嗯 主要是现在伴藏加毛妹这个套路非常的稳 对 他是最早在放狗的版本当中 诶 这边被空中晕了 直接被带走漂亮 打得好用麻醉针接住这个伴藏 嗯 而且还带一定预判性 压出来取得一波能量上的优势 是的 Trake这名选手在最早的一个内侧放狗版本 最厉害的那个版本当中 是伴藏 首先在直不罗陀的一个防守方 拿出了伴藏的 并且打了对方出场图 啊 这波奶的肉格 不知道会不会他们推不到A点 有点心 哈哈哈哈 其实我是喜欢Trake的啊 嗯 原来是这样的 嗯 好 常规的套路是把车运到桥 桥下之后呢 转到这边右侧楼梯 被刮了一下 嗯 问题不是很的 直接打 直接冲了 是被撞了 是的 这边有优势 杀掉了DN 那么纳米奇数是给谁 AKM已经双杀了 不行 给了死神AK 哇一波清场 动作不惜早 这个时候没有输出能够清场啊 李泰俊也是中转 一箭爆头 Trake一直在暴风雪的边缘移动 他不会因为这个暴风雪 放弃自己输出的机会 马上有大招了 他在控自己的位置 与车路衔接位置 他一定要保证 这应该赢了 还要来 纳米奇数呢还有一波 是东方神龙马上可以释放了 有了 有了 东方神龙要直接封口 死神 漂亮 漂亮 一气呵成 好 reinforce 他说 Tamo你不要在旁边说我 照理嘲讽我 Tamo一口毒奶 把他们奶上去了 我应该 怎么不表现下我的有机奶 有机奶啊 这个老李没有想到也是转行 做了一个荷兰人 没办法 因为坐在我旁边两位是出了名的毒奶 今天你是过来帮我们 就是复复 平衡一下 平衡一下 Take 小美 应该是刚才在防守的时候清场 舞蹈爆头 他右键瞄准的速度真的快 打了多少发右键 这个发 一口打了六发 是的 切射 这场比赛 我们感觉到就是 主要我觉得还是在天空节奏方面吧 就是 落入了Rogue熟悉的一个套路 Rogue就是有时候呢 就是 你可能你自己平时擅长快攻 但是对方如果比你更快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把节奏放慢 就像是 在这个 灌篮高手里面 湘北队 动到风雨队的时候 不要去跟对方比快攻 你要把节奏放慢 让对方进入你的节奏 进入你熟悉的领域 Rogue这边的执行思路 他是 当敌方来切自己的一个后排 我们可以看见 SK的一个死神 是吃到纳米金素 强切后排的时候 对 AKM的死神 套着一个查利亚的段